好 Ray Dalio 是我好几十年的朋友 三十多年了认识 有的朋友可以喝酒 有的朋友可以聊天 有的朋友可以一块去打家 有的朋友你困难时候想到他 有的朋友是你成功的时候想到他 他那是一个人不一样的人 他这个人是很奇葩的一个人 他每次来他就特喜欢喝酒 每次来他喝白酒 趁这机会来讲一下我对他理解 他从一个高度矛盾的一个人那身上 来看到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人讲起他来 人家有从他成功的方面讲 有从他不满意的地方讲 让人觉得不能完全的表现出一个人来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他是一个高度量化的人 这个高度量化你可以说因为我们在生活里 我们在金融界 在自己投资的领域里 认得很多人也有做量化的 对吧 这种量化跟自己的训练有关 跟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 但是他这个人真是从本质上讲 他好像不再会用感性的方式来表达事情 我感觉他就是高度量化 他就特相信基本面 然后就一点点的把事情一定要拿东西推出来 高度量化高度逻辑 他就要用去说这个是逻辑 什么事情都要看因果 这个是我有时候接受不了的东西 我就说世间因果的东西当然很多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 很多逻辑的东西它是在现实生活里是找不到的 你只能去看它是一种跟别人不同的逻辑 所以我要讲如果要说它的逻辑的话 它其实在很多时间是一种逆周期的逻辑 它和别人不一样之处 在于他 你说你觉得逻辑是这样 他说这个逻辑不是这样的 他有他的道理 所以这一点也是他和很多人不同的地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所谓高度的哲学化的看问题 这一点我并不想说他是一个哲学家层次的 因为哲学的观点来看问题的话 觉得这个人好像很高大上很羞缥缈的 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有好几个人在这个投资界的大咖 也是希望表现自己是个哲学家 用各种所谓哲学的方式来表现问题 他没有这种故意的 他这个人一点都不矫情 一点没有说我要表现出来我是个哲学家 我比你深刻 他是一个从心底里就是很谦虚的人 我为什么对他印象特别好就是这个点 就是说他说我这人不够聪明 我这人没有办法在宏观的角度 把大家上升到柏拉图的层面 亚里苏德层面来看 但是我就愿意用我所设想的所谓规律性的东西来考虑问题 所以从这点讲解 我说哲学是因为他从 就在英文里说这个 philosophical 和中文讲哲学其实不完全是一概念 英文讲 philosophical就是说你想把事情归类 把事情用理性的方式来说出来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从这个层面去看问题的 那么海胆就是他的高度的理性 这一点到了几乎不接人情的层面 我觉得不光是他在工作中对人 他对朋友 对很多事情 我跟他打交道很多 作为一个面子戏或者什么 没有 他说好像没面子戏 什么事情一把就推过去 然后你跟他说一句话 他要觉得不同意 咔嚓就给你怼回去 这是我觉得他和别人不大相同的地方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朋友也多了 这个认识的人也多了 人就想说谁来我们见个面 我现在到这个年纪 很多人我跟不愿见面 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很好 有个好朋友 可是我时间太少了 那活到这个岁数了 没多少时间了 我得写我的东西 我得忙我的事 我得看我的书 可是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愿意跟他聊 他会常常说出惊人之语 他对事情的看法也常常很有意思 而且他毫不犹豫的会修改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他对一个事情 你比如说区块链刚出来 他说这完全糊了八道 他认为这是骗人的东西 过了没多久 我说这不对吧 因为我对区块链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然后我学了一些 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一种改变现在全部金融系统 甚至我们投资我们生活系统范式的一个新的技术 他对我们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会有巨大的影响 我一直这样认为 他刚开始他不觉得这样 因为我们在一次会上我自己不厚道 我就当着面那么多人坐那我就说 我说我要听Ray怎么讲这事 他就假装没听懂就不说 那么事实上后来你就看到他的看法是跟原来不一样 改过来 就是这个人让人感觉到这个人是值得教的人 这是我觉得很好的地方 当然作为他这本书来说 这个书我看了好几遍 后来我听说有他录音 他自己录的前面三分之一 我就一听 听了我就忍不住会大笑有时候 因为太像他了 他念的时候他那种感情带进去 就和他自己跟平常跟人聊天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作作 当然这个书里有些观点我当然我没法接受 没法赞同 因为要么就是不一定同意 要么就是同意也没法实行 你让他说所谓极度透明 极度的诚实求真 这个是理论上说大家都觉得挺好 因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文化每一个人种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所谓道德标准 自己的一些理念信念初心等等 但事实上日常人的生活和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所鼓吹的理念 其中差距还是蛮大的 常常是一样 包括自己在内 反正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说话干什么 这都有的 这个人就完全没有他从不言不由衷的说话 他要极度的透明 我到他的公司去看几件小事情就让我觉得 这个人怎么能这样的太不接人情 他在书里所讲的道理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所有人就是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地方 必须要彻底透明一切都掰开揉碎告诉大家 这个绝大多数人受不了这个的 诚实的话长期来说是好的事情 在眼下某一个时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隐私 你要把这个掰开了 那可受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 他没有任何虚伪的谦虚 他在书里前言里讲说我这个人有点鱼 没有那么聪明 我觉得他没有任何这种谦虚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真的是这么认为 而且你跟他说什么事 他说这个我不懂 你说服我 你说说你 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对的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 然后他要是来想说服你做什么事的时候 因为我在中东公司做总经理的时候 2008年初他跑来了 跟我聊过几次 那个时候虽然金融危机有一点迹象 但是绝大多数人真的还没看到 就是在07年的时候说债的这方面的有点有点问题 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不过是也是下一次的一种小的一种波澜 他来他觉得这问题挺大 他还努力来说服我 我直接的感觉中东公司钱很多 但是他说到后面他觉得一次不行第二次他说 我就告诉你你真的得考虑这个问题 你不考虑怎么办 你会出问题的 然后跟我讲到很极端的例子 当时刚开始不接受 后来到接受 到接受之后 我到我们中东公司的投资决策会上 所有的人我来讲他对黄金的看法 对债的看法 对市场看法 头一次想所有人听着觉得肥琐似 觉得这完全不对头 第二次再说 第三次再说 终于大家接受了 中东公司在最后投资 买了上百多黄金 平均价是890多块钱 后来最高是涨到1900多块钱 那么现在也在1000多块钱 他在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还不到600块钱 Ray在08年的时候 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我问你自己黄金投资多少 他说他自己组合里面20%多 放到黄金里 我当时就都傻了 你任何一个学投资人做投资人都知道 你把20%多的财产放在黄金里 这个可能太不靠谱了 可是他信念已经到这个程度 认为可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在乎别人 但是他在乎的不是虚伪的或者功利的东西 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他这个书里所表演说出来这个东西 道理是他自己心里想的 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 很多人看着觉得不太对或者怎么样 这是因为大家看鸡汤的东西看得太习惯了 结果觉得好像他跟他不一样 我就说你必须要从更深层的东西了解这个人才行 这是我对这个书的看法 每一个人从投资本书里看到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 为什么?每个人的社会经验不一样 每个人自己所面临的环境不一样 自己想要对付的事情不一样 我怎么发整的那个人 你都没有告诉我 我怎么发整的东西 自己是更多的 我怎么发整的东西 是什么提供的东西 我为什么也想给你 我怎么发整的东西 我为什么把他给你和我 我为什么会让你直接走 我怎么发整我 我为什么能在这个东西 我怎么发整 我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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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